接下来呢我们就接上次课的内容 把这个后处理功能介绍的这部分内容 进行一个讲解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 我们首先看一下 当前这个如果我没有进行运算的话 这个地方呢都是结果 后面有一个未加载 那说明我现在这个模型呢 其实是没有计算结果的 那这个时候我就要到这个里面去对他进行运行 运行里面 我这个因为 这个地方呢正常来说我们就第一次的话 我们就默认打勾的 这个我们先不 不再开讲这个细节问题啊 先整个流程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点运行 运行了之后呢就会跳出来一个窗口 那对于我们刚刚开始学习的人来说呢 简单了解一下 学习一下这个窗口 当前这个窗口的右下角有一个蓝色的 刚刚开始画我网格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网格划分那么几个字 完了之后跳过了之后 就变成计算啊 那这个其实就说明你不同的时期在做一些什么事情啊 然后呢这个每一个相关计算过程当中的这些数据啊 一些数据比较网格数量 包括这个那个我们现在当前计算的求解时间是20多秒 然后剩余的评估的求解时间呢是这么多秒 都会在这边显示过显示出来啊 那这个大家要有一个总体的概念 以及底下最后有个警告 这个警告呢很多人可能就 就会比较担忧 那不同的求解的类型 或者说不同的那个模型呢 他这个警告可能还是有点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呢就有个压力 渲涡经过压力开口 等一会我们就会针对模型讲解一下 这个警告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其实很多时候的警告其实并不是 并不是很影响计算结果的 这个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啊 警告这个东西呢都会有都会有 然后这个地方这个时候你看当他求解完成之后 这些数字都不动了 总共就算时间是36秒 然后这边这地方有一个字叫做求解已完成 如果出错的话 他求解会这地方也会有一个字出来 就求解出错啊什么的 这些提示都会有啊都会有 那这就是这个界面的一个简单的了解啊 以后呢随着这个 那个那个练习的深入啊讲解的深入 会进一步再讲这些 这个这个界面上面的一些操作的问题啊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有了之后 刚才是微加载那现在呢就有东西了 一点FLD FLD的这个后缀呢就是flow simulation的一个计算结果 那这个时候当前我们可以针对于这个结果下面这些功能 这些就是一个后处理的功能 那我们怎么能够 比方说你看啊 后处理功能介绍当中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种云图 就是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 我们做分析 就是要得到这些东西 这些漂亮的云图 一个主要的作用就是要得到这些云图 那我们怎么去实现这些功能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解的一个主要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介绍的第一个功能就是流动极限 流动极限 流动极限这个地方呢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概念吧 其实我不想展开去讲这个 我不想去展开讲这些PPT的内容啊 大家了解一下 然后有兴趣的可以先去百度 先去看一看 这个流体当中呢 这个显示当中有流线和极限两种东西 这是两个概念 什么是极限呢 极限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流动极限 就叫运动极限 就是极限 也就是我们经常正常的概念当中 我们喜欢看的东西其实就是极限 然后还有一种是流线 流线是线上任意点的切线方向 一概点速度方向一致的一个夹箱曲线啊 这个流线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个我那个对于刚刚开始接触流体的人 可能一下子也没有反应不过来 所以在这第一课内容当中的流线的概念 我也不单纯展开讲 然后有兴趣的你可以自己去百度 那我们今天主要就讲一下流动轨迹线啊 流动轨迹线对于我们来说就比较好理解了 那我们怎么去做呢 首先鼠标右键啊 这个时候会插入一个东西 好我们先把这个位置 把它进行一个透明化的操作 好我们先把这个进行一个透明化的操作 这个时候插入 那流动极限呢最常规的键法 那就是从入口到出口了 所以首先第一个起始点 就是起始的地方 就是我要研究哪一个面的这个流体的流动轨迹线 如果我要研究它的 那好这个就是入口 入口的流动轨迹线有什么呢 有点数 这个地方的点数是什么概念的 我先随便设一个字放着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外观 外观当中有一个静态极限 一个动态极限 这两个极限又有什么区别呢 那我们如果很多人不了解的 你可以试试看去这个帮助 我这个一定要先讲一下 在右上角这个位置会有一个帮助 这个地方你要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你看啊 这个时候有静态极限和动态极限 这个地方的区别在于将际限显示为静态 绝对尺寸大小和密度 就是你怎么说呢 你静态跟动态的话 你看静态可能看不懂 你看动态你就懂了 动态在操作模型时 放大局部区域时 际限会实施更新 这就是静态和动态的区分 你如果说你不知道 实际操作一下练习一下 其实就是你在放大这个图的时候 这个基线会跟着放大效果一起变化 它会跟随的 但是静态的基线 它就不会跟着这个放大效果图一起变 那正常来说 我觉得动态的这个必要性的 也不是特别强 你所对于我们来说呢 有先先了解一下静态 而且静态的显示方法很多 静态显示了之后呢 接下来就会有一个 基线 基线化为各种形状 我们比方说先最常用的 线条 线条用的比较多的 我们打勾 看一看就知道了 来看到了吗 这就是线条 但是如果你线条 你觉得这个线条不行 我要编辑定义一下 重新编辑对它进行编辑定义 改成导管 就变成这样 导管就是粗一点 它比线条粗一点 同样的 你还可以干什么 变成球 啊 大家可以看到就这样 然后刚才所说的那个编辑定义当中 这个50 20或者100 200呢 这个呢自然而然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分布的密度了 啊 那你可以看到这就是密度了 那还有我可以给它变成什么呢 箭头啊 这个就是一个流动极限图 在流动极限图当中 你接下来往下走还可以继续什么东西 继续的编辑 当前我们体现的是静压值 静压值 那我可以接下来在编辑定义把它静压值改成什么呢 速度 在流动轨迹过程当中每个点的一个速度变化情况 你就可以看到 这边就比较好速度慢慢变黄变绿啊 这就是这个流动极限的功能 流动极限呢很多工程师都知道非常喜欢去看 然后呢当前有了以后 我在右键对它进行一个这个地方有一个播放的功能 这个时候这张图就会动起来了啊 很多人可能看做流体分析 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我喜欢看 比较好 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啊 你可以看到 我首先说一下就是什么是那个漩涡经过压力开口 这些地方的结果看的不是很明显 什么是经过压力开口呢 我找一下啊 哦 这里还看不太出来 嗯 就是很多时候啊 我把它再加密一点试试看啊 我把它暂停停止掉 我把它编辑定义到500 那自然这个数字越多 对于我们这个电脑性能的要求越高 简单来说最多的当然自然就是显卡的一个要求了 显卡的一个要求 漩涡经过压力开口 这个地方还真的看不太出来啊 播放一下 看不太出来 看不太出来 那我简单说一下吧 正常来说你看不出来这个问题也不大 这个漩涡经过压力开口呢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计算来说呢 影响其实不是太大的啊 主要是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这就是我们的压力开口 这是我们的压力开口 这不是静压吗 这不就是我们的压力开口 对吧 我们在设置静压的时候 这六个面静压就是开口 什么意思 这个有一些时候我流体流动的过程当中呢 会在某一个位置形成一个漩涡 那刚刚好有一些位置的漩涡呢 产生在了压力开口附近的位置 那这样子是不是就相当于有个回流或者是一个状态 那这个对于计算来说呢 这样会有点误差 但是这个整体影响啊 不会太大不会太大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比方说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漩涡啊 这样子你通过这个直观的表现形式 就是我在之前的课程当中讲到 你通过直观的表现形式 你就看到这个位置有个漩涡啊 那如果说你想对这个漩涡进行一个处理 该怎么做 这个就通过我们的设计改进了 可能对于这个位置的这个 这个位置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结构设计需要一点点改进 你会发现哎 这里也有啊 这个位置它也有一个漩涡啊 其实你加密了之后 你会发现去到这个地方 我记得这个地方应该也是有个漩涡的啊 也是会有个漩涡 那当后面随着越往后这个速度越来越慢了 那你就会发现这个漩涡就越来越少了 而且你发现漩涡的位置 这个蓝色的速度降的非常慢啊 蓝色的位置降的非常慢啊 这个速度非常慢 所以通过这个直观的表现形式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原来很多 我们没有办法直观看出来的东西啊 直观看出来的东西啊 整体效果的显示呢 自然而然呢 那也不用多说 可能是比较漂亮的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功能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 然后呢 我们再接下来往下看啊 我把它这个时候我如果一个想停下来 这边有一个关闭键可以停 那你自然右键它也会有 你播放了之后啊 你播放了之后 这地方有关闭键你可以停止 你这个右键也可以选择停止啊 而且呢 你还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把它隐藏掉啊 这个时候呢 我稍微额外说一下 就是流体跟固体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 它可以同时显示很多结果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什么意思 等一会儿我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啊 就我为什么要把这地方隐藏掉 我们接下来顺序往下走 比方说这地方有切面图 我一样的啊 切面图可以插入吧 我可以插入某一个切面的情况 看一下啊 就像这张图 在某一个平面上面 我们的这个云图分布 比方说我现在要切面 切哪一个面呢 好这个面 好我们切这个面 这面呢我们往上切一点啊 我们往上提一点 这个地方有个鼠标键可以提 好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切到这么一个管子 大部分的一个情况 这个平面上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往下走 等高线 一般情况下呢 等高线啊 如果 等一会我们再显示别的东西啊 我们先看等高线 等高线 还是一样速度 然后这些级别数啊 我们一样就用它好了 好我们打勾 这个时候就会有个云图显示出来 看着啊 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云图显示 然后呢 我这个地方切面图底下也可以对它再进行编辑 这个时候看着 那我如果说等高线我想显示什么呢 等值线 等值线是什么 等值线其实就是我把等高线先关掉啊 我们看一下等值线是怎么样子的 哎看到了吗 其实就是颜色不显示了 它只把两个颜色的交接面去显示出来 就是等值线 其实这个等值线它就是等高嘛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看等高等值可以同时显示的 看到了吗 这样就会有个线 但是呢 这个时候为什么我等高线跟等值线 居然你看等值线绿的在这里 等高线居然是黄色的 这个时候注意一下了啊 这些功能你都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后处理的操作确实挺麻烦的 你看等高线你显示的是速度 但是你等值线显示的是静压 这当然是两个值 所以你这就说 这个时候你要把它改成速度 那这样子就重合了 好 哎这样就看不出来 它就重合了 那如果你想看的明显点 接下来看的啊 我这个地方有一个级别速 什么是级别速 我给它调到50 看到啊 你调到50 哎 你就会看到 哎这个颜色就区分的比较更光 过度的更光滑一点 不像刚才直接从蓝色直接就到这个 这个黄色了啊 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把等值线也变成50 你看 我们这个线就看的比较明显了一点 哎 还是看不出来 还是不是很明显的 我那我只能把它关掉啊 我们看只是看一下这个位置啊 你可以看比方说这块区域 那它的等值线就会在这地方出现啊 看到了吗 这块区域的等值线就这样 那这样的话就就这就是等值线了 然后你可以同时都显示啊 比方说我接下来等值线 我还可以再显示矢量 我三个都可以显示出来 那这个时候呢一样的 你显示等值线显示矢量的时候 也要设置一下 比方说这个是速度啊 矢量是什么东西 这个时候你可以用静态矢量 还有动态矢量也是一样的 也会有两种 后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啊 这个再说打勾 哎 这就是流动的一个矢量图 看到了吗 这就是流速的一个矢量图 好 那你这些功能都可以显示 那同时你可以把这张截面图 跟什么呢 流动机线图一起显示出来 看到了吗 这就是计算结果 我都可以显示在这一张图上 而且你在显示的过程当中 你如果显示了两个 你可以看到 这地方就会有两个 这么一个 那个云图条啊 那每个云图条下面都会有名字 这个你要仔细自己看清楚 仔细自己看清楚 仔细自己看清楚 这样子你可以看这个云图 条上都会有区别 你把切面图调成50 你看他这个颜色过度 你跟调成10的颜色过度 那你这个时候有一些人说 哎我怎么去调这个事啊 这个云图条上你可以看到 这也是可以调的 这50是不是就我们设的 这是10嘛 你也可以把这个10改成 调成50 看到了吗 OK 好 那这样的话 哎这个地方有个小bug 我在这地方调的话 这个颜色就 这边就没有了 他把它拼到一起去了 拼到一起去了 好 那就这样子的话 这个我因为我是同一个结果 切面图1 切面图2 流线继线图都用了速度 全部都拼到一起去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大家仔细看一下 反正这些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些 后处理的功能 那同样的除了这两个 切面图我还可以再查 我除了这个可以查 我还可以再查这个方向 对吧 一样的 我再随便设置一个 比方说我把网格也显示出来 速度用50 然后网格的颜色 我可以调成黑色 好打勾 你可以看到 那我这张图显示的时候呢 我就有还有网格 切面的网格一起显示出来 那这张图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张图 对吧 好 那我把这个 这个就是切面图的显示形式了啊 切面图的显示形式 那你这样子之后这个效果图 我别的不说 我先不说它计算结果进度吧 至少这个功能上来说 从流体的功能上来说 我的直观性会更加强一点 那接下来直观性强了之后呢 那无非就是你要通过这个 准确度去判判断你这个结构该怎么改了 结构该怎么改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我刚才把这个隐藏掉啊 因为信息太乱了 我把这个也隐藏掉 那个刚才我们是从流动机线 我再有一个忘说了啊 流动机线我再插入一个 这个插入从什么地方插入呢 我可以从入口走 我也可以通过出口来走 比方说我这个出口有30 我只关注这个出口的一个流动状态 那我这个时候把它调成静态的 然后使用导管吧 好打勾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哎你看到没有 只有入口的这些部分 哎到这里 那说明什么问题呢 哎 这个出口的这些流量啊 基本上是以这个 差不多是这个位置的界面流过来的 这个界面的位置流过来的 好 那然后你还可以再继续往下做 所以这个功能 这个大家要知道 我通过不同选择不同的口 出入口 我的这个流就都极限轨 啊 极限会发生改变的 会发生改变的 会发生改变的 好 那接下来还有这样像表面图就比较简单了 我表面图随便说说吧 最简单来说 比方说表面图 无非顾名思义你要选面啊 那比方说这个面这个面 我选择三个面吧 还有这个面 我选择它的怎么等高线 比方说也是速度 或者什么压力也可以啊 静压比方说啊 我选择它的静压好 这个时候把网格也显示出来 然后 可以啊 流线这个就是前面前面我提到过一下流线啊 流线这个问题我暂时先不讲啊 暂时先不讲流线在这地方就有啊 我们打钩 好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通过静压 你会发现哎 这地方的静压是没有变化的 为什么 这个静压为什么没有变化 因为这个静压 这个静压在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已经设置了这个 这个这个叫什么呢 我们环境压力边界条件就强制 它这是一个静压值 所以它不会变的啊 没有任何颜色的区分 这个这个一定要搞清楚的啊 为什么原因 那你既然设置了它是静压值 那就它就是以资料 它不会变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改一改 改成什么 静压 我们可以看动压吧 动压肯定会变了 你可以看到 哎颜色就有区分了啊 颜色就有区分了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在这个就是表面图 表面图我就不打算讲的 特别细了啊 没有什么特别东西 跟前面图是一样的 那等值面图暂时不假 粒子研究啊 粒子研究这个功能 我再强 我先强调一下 反正从我目前来看 我的实际应用来看 这个模块 这个功能用现在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 那我接下来在我们再讲一个 接下来在重点讲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 这里要显示出来了 就是有这么一根草图线 看到了吗 我们要设计沿这根草图线的一个 就是那个显示情况 那在这个地方呢 表面参数点参数和XY图 这些东西功能 其实都是要慢慢一点点掌握的 那今天这个课程当中呢 为了让大家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我接下来呢 就只讲一个XY图 XY图 你右键插入这个XY图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有个功能 叫你选择草图曲线或者边缘 其实就是要让你选一个线了 我们选择这根线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对它这个速度进行一个显示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显示出来 它这个地方 你不用花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英文单词 也不是太难了 就是没有任何数据 那你这个时候你去选择 再选择一根线 你会发现也是一样 会出现没有数据的写 所以这个功能呢 会有一个问题 而不是说问题啊 就从我的这个 这个情况 你直接考考察的情况来看 好像这个模型的边线上呢 你是提取不到的 但是你这个时候呢 你选择这根草图 哎 这根草图 你就可以选择到 比方说这个有速度对不对 那这条线上的一个速度变化 你可以看到我们 这个 现在我显示的这个 这个这条线 这条线就是 就是速度吧 对没错 我这条线就是速度 那 就流动机前二也是一条速度啊 那你可以看到 这速度是从红色变化 橘红黄色 这么一个变化过程 那我关心的就是这个 这个圆芯 圆芯的这个 这个 简单来说 就是这管路的这根 走线方向吧 这个只是相当于 这个均 均均均均均的参考值嘛 好 那这个时候我给它显示一下 你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这个速度就显示出来了 你看它在每一个位置啊 每一个位置 它的一个情况 你可以看到 我其实这个时候 就会有一些分布点的问题 你可以看 我如果这个鼠标 看着啊 我把这个鼠标移到这个地方 它这个地方有很多数据点 这地方的数据点 就会亮起来 看到吗 好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我在每一个数据点位置 经过每一个动 这个管路出口的位置啊 这个速度都会有个下降的趋势 都会有个下降的趋势 之后呢 又会有一点增加 然后下来 这就是这个 这个模型 在这个位置的一个速度变化情况 它会有个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一个过程啊 然后渐渐的区域平反 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我们后期很多对游体的一个研究 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曲线都是有价值的 关键看你能够从这个当中获取到哪些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啊 获取到一些什么样的信息 这就是这个这个叫叫叫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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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Y图的一个这么一个功能 然后同样的你除了显示之外 你这地方双击可以可以放大的 啊这个这个功能我可以说放的在这里面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但是这个我就不展开说了 然后我说一下这地方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干嘛呢 直接导出一个这样点一下 那你这个地方导出一个这样这个地方我也特别强调一下 你不管是用simulation出报告也好 就是simulation有个出报的报告的功能 还有那个flow simulation这地方有导出excel的功能 包括那个三维建模的时候 你们有这个那个叫什么配置的功能 这些功能一定要注意必须是office软件啊 不是那个wps wpsps是没有用的 啊那这个反正导出来大家看一下 哎我这边怎么卡住了 哎如果卡住了就算了啊我就不不说了 反正你们点开这个这个打开看一下就有了 就是一个excel表跟刚才的情况是一样的啊 那今天这个课程呢这个后处理的课程呢就给他 就给他补充到这里啊 这几个是应该说是最常用也是最重要的几个功能之一吧 以后呢还有几个别像点功能的这个参数 我后面会再进一步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啊 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